北京市郊铁路的所有路线,它是什么样子? 威风带大家挨个的一探究竟 我现在是乘坐地铁8号线 在霍营站换成S2线的始发站黄土电站 出击口是S2线 这里需要先从地铁出站 虽然市郊铁路采用跟地铁同样的票价计费方式 但是市郊铁路是火车 所以所有地铁换成市郊铁路都需要先出站 选择G4口出地面 这里贴有S2线的时刻表 需要注意的是周五六日一及小长假 比周二三四开行的四组车次多一个车次 地面换成距离260米后到达近站通道 可以在这里构效 如果有公交地铁的e卡通或者APP可以直接刷卡进站 黄土电站在北武环外5公里远 相对较远今天来的也比较晚 刷卡进到大厅 现在是12点整 还有6分钟就要发车了 还好今天人不是很多 过天桥去二站台乘车 现在已经开车了 本次乘坐S203次 这是一排四个座位的一等软座车厢 观光游览的S2线 具有超大的观景玻璃窗 护栏外迎面驶来的是地铁13号线列车 一共7节车厢 123是一等软座车厢 现在看到的蓝色座椅是一排五个座椅的二等软座 567车厢都是二等 第四车厢是餐车 屏幕上有取开水的提示 说明本车有开水供应 电视是摆设 S2线也算是观光专列 好久不见的老火车厕所 蹲便池 洗手台 镜子 衣钩 薯片 刷子 火腿 八导汁 冰红茶 卖动 火热 啤酒 热奶茶 热咖啡 现代买油放牛排 有些热买的路口 请您到餐车直到买 餐车的位置 消费车辆中部 4号成香 水机灭火器 配电视 垃圾箱 热开水 总风用风风表 自动管风表 干粉灭火器 现在的停车站是南口车站 请您带好随身顾客下车 下次旅行再会 黄土地至巴达岭全程是69分钟 时间过半时停靠南口站 只停一分钟 时间很短 出了南口站两公里 就进山区了 这儿应该是关沟风景区 当你在市区待久了 出来看见高山白云的那一刻 绝对激动和放松身心 而在路过军关长城的那一刻 乘客的嘴巴都成了欧形 居庸关长城看来有空得来一趟 开往春天的列车 不过现在花期也过了 只能欣赏高山白云 山蓝蝶翠 世界奇迹 来捅泡面 边吃边赏 开往巴达岭的列车在这里要向左行驶 右边是回京时走的路线 本次列车向左经青龙桥西站走人字形 铁路折返 是1960年12月投用的线路 而回京走青龙桥站的 才是展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 是1908年9月投用的 所以要体验展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 记得回京时乘坐才能见到青龙桥站 人字形者反列车在青龙桥西站停车 车尾改车头 变换行车方向 驶向巴达岭站 各位旅客 现在的停车站是巴达岭车站 请您带好随身的停下车 下次飞行再会 Dear passengers The train has reached the 巴达岭 railway station Please get off with all the belongs waiting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the next trip 巴达岭站到了 白色的列车 还印着2019年世元会的图案 今年4月以来的 去往延庆的车次很少 运营车次经常有变化 一定要看好列车时刻表 一定要看好列车时刻表 因为S2线在12300网站是查不到的 因为S2线在12300网站是查不到的 今年4月以来的 S2线在12300网站 特别长城号S2线列车,我们现在出站 法达岭北城的缆车是悬空索道 而南城缆车是贴地飞行 不过现在是疫情期间,南城不开放,缆车也不开放 只开放北城和索道缆车 在这里刷卡出站,寄费跟地铁一样,有优惠政策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5折优惠 是半价3块5 出站先看一下距离,南城缆车350米 北城缆车820米,步行登城1330米 出站时工作人员赠送了一个铁路贴纸 说是凭此绿码进长城 实际上它只能做留念用 从拔达岭站走上来后,在这个路口向左 是去拔达岭高铁站和北长城缆车处 司机电话 010-6712-2222 警区电话和购票二维码都在这里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里有免费存包 方便爬长城 没点体力的还真上不去 游览巴达岭长城的视频 请看我在2020年1月发布的视频 市郊铁路S2线就介绍到这里 下期再见